日立鄉的南瓜開始大漬 各種品種各種食水的火頭燃 燃開後非常美麗 使得親家朋友在過年時 未來看水也是送禮 日立鄉公司配合到南瓜瓜家電花 所基盤的南瓜取緝 提供在這塊田文部廟來電開 鄉長鄧金倫也歡迎南瓜的鄉親 可以擁有正午三月 節目開始 日立鄉長鄧金倫 以及關府觀光處長王冠長的斷彈下 所有來賓最會來看文部廟聽見的 經濟補給予新村生育火燃 各開紅包 也當時選購日立鄉的南瓜取緝 真是開幕 今年祝福大家欣賞欣賞 機會來了 漁石鄉的斧頭籃 漁石鄉的國籃 都很受市場上的歡迎 所以每一年我們會藉這一個開發的季節 在文文廟舉辦 當然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希望節能減碳之外 也能減少我們PM2.5的污染 可以用我們的斧頭籃來這邊供火 獻火 所以我們很希望來熱潭旅遊的這些好朋友 能夠來文武廟買花獻花獻火 今年的這個藍鄉報稅的活動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2月11號 在文武廟現場都有蘭花市集 那歡迎所有的好朋友能夠 到魚池到月潭來 除了賞遊湖光山社之外 也記得到文武廟來 除了借花獻火之外 那也記得把這麼漂亮的蘭花帶幾盆回家 美麗好投籃 帶到魚汽和富貴也好激掉 已經是因為過年期間 已經秋季的花獻粉栽 也因為在三地月 比起雞雞的董燒到一半 讓南花市集的生理是搶搶滾 花榮也賣後笑笑 他們會買了放在遊覽車裡面 這整台車都買 而且很熱衷的 他們講說怎麼這麼便宜 像我們在台北買的話 一坪大概價錢就三四倍了 給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直接跟那個消費者接觸 所以也讓他們有收費到 中間就等於說也沒有剝削那麼多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好處 價錢都比外面還便宜 日地鄉的南花已經開始大廁了 三地五月收到新鮮三地檢查 日地鄉說 需要歡迎去愛各種南花的南島鄉親 可以擁有來到一塊壇 文武廟的南花市集選賣 記者見面 蔡宏佛都